一名三十歲女子身穿藍衣戴眼鏡 上午十點多和二十七歲同居人 一同現身殯儀館 他們兩人被網友爆料疑似 涉嫌虐待一歲多的女童致死 對於指控他們不願多說什麼 我是媽媽是不是 我拒絕一些訪問 二十九號晚上十點多 媽媽將一歲多的女童送往醫院 醫院搶救三小時還是宣告不治 女童母親跟院方說 女童是因為跳舞摔傷 但有民眾在臉書上 貼出女童的診斷證明 診斷部分寫著女童頭部有頓傷 唇部 頸部 外生殖器 和全身外觀都有插傷 肝腸有不明程度 失裂傷 皮障也損傷 醫師診斷女童死因 疑似腹腔出血 疑似遭食虐治死 媽媽是在房子後面在洗衣服 那聽到小孩哭鬧 所以到客廳來 發現小孩就是呼吸有困難 從母親還有母親的同居人 都否認有出手打小孩 尚無女童遺體移送殯儀館 是不是被家暴和真正的死因 還得等檢察官和法醫 勘驗女童遺體才能釐清案情 記者王一超連家慶 林佳穎 台中報導